在之前视频中,猎川捕食东亚前仙 但是今天,猎川竟然败给了杜比亚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一只白斑猎川,在自己的饲养盒里边溜达 康康拿来一只杜比亚,这是一只带翅膀的杜比亚 好,话不多说,康康直接放入杜比亚 刚进去,杜比亚就躲了起来 陌生的环境,让他有点害怕 但是过了一会儿,杜比亚发现 其实没有什么危险,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然后就碰到了猎川,猎川直接扑了上去 猎川直接抓住了杜比亚,我们靠近看一下 但是杜比亚没有放弃,他拖着猎川往前走 感觉猎川的口气没有刺入杜比亚体内 可能是因为杜比亚的翅膀比较光滑,猎川没有刺入 也有可能是杜比亚一直在动,猎川没有机会 总之,杜比亚带着猎川一直在跑 快看,杜比亚快挣脱了 杜比亚挣脱,然后跑开 这杜比亚转了一圈,又跑了回去 猎川这次没有抓到 杜比亚再次跑回来,这一次气势上,杜比亚明显占优 猎川明显怂了,杜比亚从他身上踩过去,他都不敢动 接下来时间里,杜比亚连续的挑衅猎川,猎川都不敢还击 杜比亚往前靠,猎川就往后退 我们靠近看一下,杜比亚就在猎川的旁边 猎川突然转身,看着杜比亚 但感觉他还是不敢进攻 然后又兴兴地转身,走开了 猎川彻底怕了杜比亚,完全没有了进攻欲望 最后杜比亚开始为所欲为,甚至有点欺负猎川的意思 大家好,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